发现了一个新的信息 发现了一个新的信息 什么 沈梦辰会主动地跑去找人 他是真不懂 那如果是一个伪装者 就得是他们交给那个人 你们在演 我刚刚在提醒他 就是千万不要忘记一些事 是问他这种是什么 对 我刚才听到了 张老师 你耳朵这么尖 他是真的 绝对是 因为他刚才如果是个装的的话 他一定会面对镜头 你看这位一看就不是人 人家背对屏幕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四小花还会很关照的 你往这站一下 你往那站一下 就说明这是他们找来的嘉宾 所以我跟你说 四小花你们还训练伪装者 你们先自己伪装伪装 我觉得张小刚老师真的非常小瞧我们 接下来 两边有什么质疑 有什么问题要问 我没有什么质疑 不可能 小刚老师您一辈子都在质疑 你肯定充满了质疑 你肯定充满了质疑 我没有什么质疑 我觉得 就是 你觉得在这些这个特色食品里面 你最不推荐 刚去的游客马上就吃什么 那肯定是最后这个苦撒 就不建议大家吃 因为要循序渐进 是吧 一步步在 因为他这个回答我有疑问 因为如果说我是云南人 我以这个为我们云南的特色 当然是来的客人我先推荐他这个 比如说我们云南最有特色的是这种酱料 特色的话他肯定是很热情的推荐 所以你现在有点怀疑他 对 前锋这都是特色 所以我在说在这四种里面 不太推荐出来炸道吃 那推荐他吃虫子吗 难道 虫子一样是我们贵宾可能吃得到 贵宾去的 贵宾啊 高蛋白 VIP VIP的都是 各位 形象团和球球团 你们觉得月二鸭望是伪装者吗 咱们团表态 我觉得他是好人 他是好人 伪装者也不是坏人 是伪装者吗 不是 我觉得他不是 不是 好 兄弟团 我觉得 你是伪装者吗 你不能直接这么问他的 你们只能提问题 不能说你是或不是 刚才 你听一博说 一博说细节 刚才大老师在问这个老师的时候 老师不是有点有犹豫吗 然后孟晨姐刚才在后面推了一下他 我觉得他不是 他不是 他就是 孟晨戏太多 容易败漏得太快 好吗 太假了 歇会儿 孟晨歇会儿好吗 铁牛 你少点戏 刚刚又说虫子里面有用 有的 真的有 前方 你觉得他是伪装者还是真的 真的吧 真的吗 我认为也是真的 我们也认为是真的 我认为是真的 我们也认为是真的 好 好 非常感谢亚旺 请回到你的座位 谢谢 谢谢 我们一会儿可以反悔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反悔 你们不带这样的 你们不可以 最终他们要写出答案 对 对对对 现在很有可能 邵刚老师 包括兄弟团 在观察 都在演 他有可能心里有说 他就说 他不是伪装者 然后让你们露馅儿言 我觉得已经套出来了 好